新竹一家科技公司 今年在台北 新竹 台南 一连举办三场慈善公演 邀请2300位弱势孩童 一起走入剧场 观看剧团带来的精彩表演 这次带来的戏剧名称 是找回失去的勇气 希望引导孩子们 从中得到许多宝贵人生经验 国际公司当然爱心 没有国界 同时要和国际接轨 特别举办了 我们的一个水立方的集团 结合起来来公演 慈善的公演 当然准备9月3号 下午两点半 在我们文化节目来启办 节目非常的精彩 这也是我们 这个爱心魔 ASMA的公司 在台湾 是多年来的一个奉献 所以他要唤起 我们普天下的 身心障碍的老朋友 拿出勇气 拿出自信 走出明天 走出增天 这个是鼓励我们 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勇敢地走出去 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以在这期间下呢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温暖的一个关怀的活动 那我们今年呢 投注了大概 150万 我们赞助了三场的全台湾的 这个巡回演出 那一共是台北 新竹跟台南 一共加会了2300万弱势的儿童 然后偏乡的儿童 还有就是身心障碍的一些家庭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慈善的一个活动呢 能够让这些我们的员工 透过做志工的方式 能够理解怎么样可以帮助 一些弱势的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能够体会到说 科技不是只有科技 我们还有一些人文的价值存在 因为有这群热心公益的企业团体 才让台湾的社会如此温暖 这次慈善公演 也出动了许多企业志工 让大家能一起共同参与 与付出爱心 共同帮助弱势们 度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凯博新竹 陈若宜宏 蔡文琪参保报导